日前,狼贤萍从外地回京,其身边一位漂亮的女士引人注目 当日,狼贤萍以一顶棒球帽掩盖住了花白的头发 戴着眼镜还是一副典型的知识分子装扮 而他身边的女士年轻貌美,打扮如实 二人走在一起颇有大叔佩罗莉的感觉 两人并肩走在机场大厅,很少交流讲话 直到上车时,这位女士才与司机开口交流,并先行上车 狼贤萍随后才进入车内,助理,女儿,朋友,同事 走出机场的荧幕,很难让人辨别出这位女士的身份 只能让人感觉大叔佩罗莉很搭 我是马里奥大叔,永远穿蓝色牛仔,被带扑 我是马里奥大叔,永远流黑光亮,小脸乌 热博报 李嘉报道 大家好 我是金阮金 我是马里奥大叔的 小脸歌